現在來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把老師的教材有沒有 把它放到我們的這個OBS裡面來的話 要怎麼做 那你可以看到呢 從這邊左下角這邊有沒有加號 有 剛剛有些人不小心會按到叫做視窗截取 有沒有 其實你看到這個遊戲截取 你應該知道現在有個職業叫做什麼 實況主 對啊實況主那個遊戲主播那個有沒有 他們就是把遊戲就抓進來 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就把自己的畫面加進來 這樣你會的 這樣你也會直播了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第一個是視窗 視窗就看你開什麼應用程式我去把它抓進來 把它抓進來 比如說我這裡有開了一個這個 有沒有軟體編輯的 比如說我在這邊開啟舊檔 我就可以把我們的剛剛在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一個背景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背景 這樣有沒有打開了 有的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把他這個視窗 我就來告訴他 我想要把這個視窗 加到我們的這個裡面來 但是不是他 是另外一個 隨後3D在這裡 請問有沒有加進來了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其實你在講解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要開始錄製喔 假設我開始錄製 請問你有沒有一定要在這個視窗裡面才行 沒有 因為他真正錄的就是我們上面這個範圍 這樣你了解嗎 好那我把我這個視窗 我先把它關掉 那我選擇 我看一下 這裡 這個我打開 我現在被他擋住了嘛 我就把它往上往上 這裡 還不夠 這一個 再上去 還有 拉下來 這樣我是不是就在上面了 我就可以講解 反正我現在應該不用變身了嘛 好 所以我就來講解這個 軟體的內容 我就按下開始錄製 好 錄了之後呢 其實我可以在這邊視窗直接操作就好了 也就是說他 待會兒還是真的有錄喔 那 你看我在這邊 喔 金門大學 所以我來這裡 金門大學你家 點兩下 好 沒有這個字型 所以這樣醜醜的 我就用微軟的正黑體好了 好 確定 有沒有變了 好 那我就來右手邊這裡 電視 你們要放什麼影片 啊 電視可以換啊 電視可以換不一樣的啊 欸這裡 我就找 看我要哪一張 欸這裡這裡 有什麼照片嗎 現在好像沒什麼照片 這個是什麼 哇 好像都沒有什麼照片檔案 桌面 搶搶啊用一個啦 好那我就這樣子進來 告訴他 我要換這個畫面 電視 電視就換成這個畫面 這樣可以 啊你自己角度可以調啊 看你要看哪裡啊 對不對 3D就可以像這樣玩嘛 好那你確定好了之後 欸我好了我就 OK囉 我就回到我這一個 我就把它停止錄影 那到底有沒有錄下來 我們可以來這邊看 從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錄影 那麼預設的話呢 它錄下來的檔案格式 是這種叫做FLV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FLV這種格式 有 叫做Flash Video 可是這種格式 現在其實很多電腦 預設是不能夠播的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它本身就有提供一個轉檔的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做重新封裝 你把它按一下 預設錄影的位置是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所以待會兒呢 你轉換完成之後 也會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來這邊開啟 按下重新封裝 很抱歉 來不及喝咖啡 一下就好了 很快齁 所以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發現 剛剛那個資料夾裡面 會多一個 有沒有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打開來用 好就是轉換好之後 這裡這個就OK了 我重新整理一下 這樣子就看到了 那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我看一下這個 開啟檔案 好像只有這個而已 有有有 這樣有沒有錄下來 有沒有發現外面有沒有錄到 不確定 來你看我 跳到後面 我在剛剛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不過下面這邊3D的 好像錄起來有點問題 有沒有 可是你看我的疊在上面的 軟體畫面 是不是都在裡面 這樣了解齁 也就是說你真正在錄影 OBS裡面錄影的時候 就是你叫它錄什麼 它就錄那邊而已 不會說把下面錄下來 除非你用一種錄影的方法 叫做 這裡有一個叫做 顯示器擷取 這種就是錄全螢幕 就是不管你3,7,2,11 只要在螢幕上我全部錄下來 這樣也可以 那你在這邊呢 這樣錄下來了 有一種情形 各位可能要留意一下的 就是我們剛剛 要跟各位提一下 在這邊 如果你的是來自於網頁的 比如說我要把網頁的操作錄下來 那我來這裡 OBS裡面 我就會選擇 什麼一樣是視窗 可是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明明是Chrome有沒有 可是有沒有發現一片漆黑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的瀏覽器 包括 Google Chrome Firefart 他們都有3D加速的功能 像我們剛剛那個3D 為什麼它下面錄不起來 就是跟3D有關係的 它可能沒有辦法錄到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解決有兩種方案 所以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上課的這個教材 你家我有寫 一堆問題有沒有 最牛的方法 如果你覺得 懶得管那麼多 我就直接用顯示器擷取就好了 那就不會管你有沒有什麼3D加速 只要在螢幕上全部錄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可以把網頁的加速 就是瀏覽器的加速把它關掉 那個設定關掉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部落格上都有寫這些文章 你可以參考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在錄製教材 是不是就相對變得比較簡單 你看這個進來之後 擋住了沒有 你也可以把它刪掉就好 Delete 把它刪掉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所以我現在呢 做一個Demo 我把這個拿 剛剛那個視窗拿掉 这个 这个对不对 我把它先拿掉 我来做一个 叫做显示器截取 好按确定 有没有产生很漂亮的回文 有中文系的吗 这叫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看着你 你又看着我 一直往下看 不是吗 好 那我用这样子 我来录一下 给你试看看 好确定 是不是就有一个了 但是我一样要把它摆到下面来 这样我才会出现在前面 这样有没有一路走到下面去 可是呢我们开始录制 好 我就不用看这里 回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3D 好我们就操作一下 OK 好那我回到这边 我就停止录制 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来到这边 重新封装 太漂亮了 你会永远走不完 好完成了 这里我赶快把它关掉 不然这样你看着 很奇怪 每一个都会走到最后面 好 现在呢我把那个视窗打开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按右键 你再来看看 这样子 可是它会有多录一段 因为我是不要准备 有没有3D的就进来了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反正荧幕上我都录嘛 所以管你有没有显示3D 或只要出现在荧幕上就OK了 这样可以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其实真正你要做虚拟摄影本最好的方式 我会建议各位 就是双荧幕是最好的 因为你真的要装导播啊 一边是展示用的 一边是操控用的 了解吗 所以一般你进虚拟摄影本 其实一定都会有至少两台电脑 因为这样子我们在操作会最方便 可是真的没有 你就搭配我刚刚讲的 显示器截取就好了 我们待会只要负责把多出来那个影片 剪断就好了 剪接 OBS本身并没有提供剪接功能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有另外一套软体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你怎么来做剪接的部分 这样各位用OBS OBS有没有比较清楚了 我有需要讲怎么直播吗 哈哈哈哈